小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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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爸爸正為他 你遇上我家 為我 擋兵小哈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mily 寵的舉動 反正那時候剛去美國 那時候九年級 然後十二年級這樣 所以那時候在新的高中 其實離他沒有很遠 可是在不同的學校 所以其實很少碰面 然後那一年我就生日 然後他就 他忘了寄個東西過來 然後我就很開心啊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喔謝謝 謝謝你寄個 寄個好像什麼花之類的 寄到我的宿舍 那時候還沒有手機嘛 應該就是我從我的宿舍電話 打到他的宿舍電話 他就是有參與在合唱團 然後所以他就找到 他的合唱團的朋友 全部一起去唱 四十塊的 保養我很怕新的東西 因為我皮膚非常的敏感 對我自己的話 我就知道說 那我一定要用比較天然的東西 保養 怪癖 我覺得這是我床頭櫃上面那瓶水吧 因為你如果是半夜醒來 其實馬上就口渴 就有點喝水 或是 醒來第一件事情 因為晚上睡覺 其實呼吸中 其實流掉很多很多水分 所以那時候就趕快把它 先補充一下下 我覺得那也是很好 就讓你提醒說 喔 馬上提醒說 OK今天我一定要喝口水 然後所以也要隨身帶水瓶啊 那水瓶 其實它也挺環保的一個東西 因為不然如果你口渴 你去Seven買水 也可以 只是說 如果你每天會這樣的話 其實浪費掉很多 保特瓶 他以前都很少有照片出現 後來他決定參選後 那時候還沒有被提名 就是開始要有團隊啊 開始要讓大家知道 讓大家認識他是誰 那時候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現在沒有照片 所以那時候第一個任務 就是要給他一張照片 那一天剛好就在我辦公室 然後我們後面有一道水瓶牆 可能剛開完會房 所以剛好穿一個白身衫這樣 然後就開始拍了 拍很多張這樣 然後那張就放在他臉書上 那時候用意只是說 他今天總是 就是要讓別人知道他是誰 所以要一張照片 對啊 結果沒想到後來那張照片 就非常的紅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是一間叫 歸道之音的網路廣播公司 它其實就是做聲音的節目 就有點像我們在看YouTube 或是看Netflix一樣 那這個英文叫Podcast 當初我都是聽英文的Podcast嘛 那其實我自己在那中間 得到很多東西 就學到非常多 也不一定學 有時候只是娛樂 有時候只是需要一個聲音陪伴的 然後後來我就很喜歡這樣的一個名字 因為我本身就是做製作的 那之前是紀錄片 後來新聞動畫等等 其實就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包裝一個新故事 台灣在中文Podcast 我們希望做的一些節目就是 當然是可以 引人討論的東西 一些可能雜誌做不出來 電視沒有在做 報紙也不會做 就是沒有人在做的東西 因為一方面有一些議題是 沒有人在提不代表不能提 我覺得這個人好美 都是因為我覺得他有某種 獨一無二的一個特質 自己的自信 或是對一個生活的態度 那那個是無法取代的東西 他有高不了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Oh okay Dream Then we'll be together Somewhere out there Where dreams come true Wei y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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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就是我的唯一 Liang個世界 世界都變形 Ai ya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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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feels like a break up Ai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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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ya ya Why don't we kiss the makeup 哥哥 哥哥 啊 哥哥爸爸正為他 你遇上我家 為我 擋兵小哈哈 哈哈哈 不能再唱了 我相信你不想再听我的唱 拜拜 谢谢拜拜